一定要買 我覺得很適合夏天 必買的體重上面不用太多的變化 刷水的那種零食 超好用 手藏也可以用 細皮質蠻高的 阻擋所謂的碳水化合物啊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謝忍 之前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宏大的影片嘛 那裡面就有提到說 那時候Oliveon就大減價 然後就補了很多貨 就問大家說 想不想看就是我推薦的 Oliveon10樣東西啊 大家都非常的踴躍說很想看 所以今天馬上來跟大家介紹 我個人覺得在Oliveon裡面 必買的10樣東西 大家平常來韓國 一定會買什麼呢 就是面膜 韓國的面膜非常多種品牌 如果你見Oliveon裡面 你就會看到一整個櫃都是面膜 那到底要選哪一個面膜呢 我自己個人是有偏愛幾個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Torridan玻尿酸面膜 不知道大家對Torridan這個牌子 熟不熟 之前還在經紀公司上班的時候 那不是會陪藝人去美容師化妝什麼的嘛 那時候就剛好看到就是那個化妝師呢 有用Torridan牌的精華呢 幫藝人就是先做一個妝前保養 後來我就去Oliveon買了 發現Torridan這個品牌真的很好用 那一開始他們是用那個精華 我確實也有這個Torridan的精華 那他們就是主打保濕 而且是真的很保濕 那之後呢他們就推出了面膜的版本 那我覺得他們的面膜真的是超好用 過了面膜的隔天 你真的會感覺到你的皮膚真的是 真的是很保濕的那一種 雖然說沒有很便宜 但是我覺得是很值得去投資的 因為他裡面用的是很多玻尿酸的成分啦 然後呢他的面膜也是屬於半透明的 所以是非常的貼皮膚 重點是他的精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當然除了面膜之外呢 這個精華也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兩個都一起待 如果你皮膚是非常缺水的話 那這一個Torridan的牌子 真的是必須要入手 這麼多面膜裡面呢 其實我還有另外一個喜歡的牌子 就是這一個魚心草面膜 那這面膜呢也是用了一段時間 那只要OLIVA每次有打神 我都會自己就是自動的囤貨 因為我覺得這家的面膜也其實很好用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功效的面膜 我個人覺得ABU的面膜也是非常的豪富 就是隔天你真的會看到你皮膚啊 真的是滑順很多 這一款黑色的面膜主要就是打 修復啊然後舒緩 還有就是保濕的功效 所以看大家的需求 如果你們是需要只是保濕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非常推薦這個Torridan 那如果你是想要修復啊 或者是你要舒緩你皮膚 可能有點泛紅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ABU的魚心草面膜 我覺得這兩片都是我非常推薦的一款紙片面膜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面膜 可是這一款面膜呢 不是紙片面膜 而是這一種要沖洗的面膜 之前好像也有跟大家分享過一次 I'm from 的 Beat Purifying Mask 這個主要就是可以幫你做毛孔的清潔 它也是有保濕的功效 所以我大概一個禮拜會用它一兩次 就是主要是塗在臉上 然後給它大概一個15分鐘之後呢 再用水去揉它搓開它 它就會變成有點泡泡的感覺 然後把它沖洗掉 這一罐真的用很久 真的怎麼用都用不完 因為其實一次你用的量其實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吸皮質蠻高的一塊水沖洗的去角質面膜 另一個產品呢也是面膜 因為我真的覺得韓國的面膜呢 真的是非常多樣化 而且我覺得每一個季節 或是你每個皮膚狀態呢 都有一個適合去用的面膜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覺得很適合夏天 就是天氣熱 那尤其是像馬來西亞這種地方呢 就是天氣很熱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這個面膜真的超適合 LINSEY的軟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軟膜的習慣 如果大家時常是去那種美容院去做皮膚的話 那最後呢 不是都會做一個軟膜嘛 就是冰冰涼涼的 這個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這個你也可以在家裡很方便的做 它就是這樣子一碗一碗買的 那你只要就是放水啊 或是可以加點精華 你就可以達到像美容院的效果 而且我非常推薦的是這個 KOOTEE TREE 敷完之後呢 你真的會覺得你的皮膚真的是 有一種震驚的那種效果 天氣很熱的話 晚上敷一個這種軟膜 真的是會讓你皮膚得到一個很好的休息 尤其是現在夏天又快到了嘛 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 就是買這種小小的一個軟膜 然後放在家裡 需要的時候呢就可以拿來用 大家知道其實這一年 我一直都有在剪脂嘛 剪脂期間其實很難避免的 就是有時候你會嘴慘 那嘴慘你就會想要吃零食 可是你又不能吃那種太甜 或者是熱量很高的零食 可是在Olifun呢 他們出現了這一個 皮卡版零食 我每次去Olifun的都會補貨 我目前是在Olifun看到他們而已啦 這品牌呢是叫做Delight Project 那他們一共出很多種不同的東西 我買的是杯果 然後他們也有出這種地瓜的零食等等的 而且最好的是他們都會已經標好 這一整包的零食的卡路里 所以呢你就知道 自己吃了這一包零食的話 就會攝取了多少的卡路里 而且他們的口味 我跟你們說 我現在馬上來開一包 我現在手上是有這個Honey Butter 跟Galic Butter 那我們就來吃Honey Butter好了 這個真的是大家必買 如果你們是真的是嘴慘 然後又不想要就是太罪惡的話 大家請囤這一個杯果的零食餅乾 喔 一開這個味道超香 它裡面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好像餅乾一樣 不油膩 因為我相信都是用烘烤的方式的 它就這樣子一塊小小的餅乾 真的超級無敵脆 超好吃的 真的是很刷脆的那一種零食 大家應該知道 韓國非常流行的那個Honey Butter Chips 有沒有 那個熱量太高了 沒關係 我們有這一款Honey Butter Bagel 是真的很好吃 沒有太多的固單 然後又可以減餐 然後又好吃 請大家一定要購買 說到減脂 跟大家分享另一個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產品好了 Sari Box的品牌 大家知道其實韓國有非常多 說什麼可以幫你減肥啊 減重的那種產品 那當然這些都不是什麼減肥藥 因為它只是一個補助品 很多時候呢減重還是要靠自己的飲食習慣啊 運動等等的 但我覺得有時候還是可以吃一些 幫助自己的消化變好的東西 或者是可以幫助減重的一些輔助品 個人呢 吃這個Sari Box 吃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這真的是我自己自購的 我已經不知道買了多少盒 希望Sari Box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贊助我 因為我真的是吃超多的 真的是狂買他們家的產品 吃最久的是這一款 Sari Burn Night 就是每天晚上前吃 剛說過的不是減肥藥 它只是一個減重的一個輔助品 因為它裡面用的所有成分呢 都是屬於天然的 不是那種 吃了這個你就可以減幾公斤 它確實讓我看到 它不會讓我就是 體重增加的一個輔助品吧 因為像可能我去日本啊 或是我去台灣的時候呢 其實一定是狂吃的 大家看我接下來的台灣影片 就知道我一直都在吃 我每天晚上睡前吃它呢 我確實回到韓國呢 我的體重上面沒有太多的變化 我相信應該是有它的幫助吧 因為它是可以幫你減少你的 材質吧 就是脂肪 金泰西 代言有吃的 所以大家可以醒來 而且是我真的是吃了一年 才肯跟大家推薦說 欸我覺得是不錯的一個產品 它這樣子一盒呢 是兩個星期的份量 每天晚上抽取一包 然後用水吞下去 小綠是我最近才接觸到的 那小綠呢 主要是白天就是下午的時候 可能吃完中餐 你就可以吃的一個補助品 它就是說可以幫你阻擋 所謂的碳水化合物啊 或者是脂肪啊 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當然減重的東西呢 最終還是靠自己的 只是說吃這個的話 可以有多一份的幫助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去試試看 接下來也是關於有吃的 我個人覺得 歐利飯賣吃的東西呢 其實真的蠻多的 康普茶 就是康普茶 真的是在韓國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條一條拿來沖水喝 其實很多人不喜歡喝水 因為就覺得水很無聊嘛 但如果你是那種人的話呢 那你們就真的是可以試看 這個康普茶 一包這樣子只有15卡 我個人覺得是OK的 它一包裡面呢 就含有12種的乳酸菌 然後可以幫我們改善便秘的問題啊 而且它的味道超級多 我很喜歡喝的水蜜桃 或者是有韓國柚子 或者是鳳梨 然後橘子 就是超級多無敵口味的 可以依照你們的選擇 或者是每一天換一個口味也行 如果你們是真的很想要借飲料 可是又借不了的話呢 請買這個康普茶回去喝 同時可以讓你代替飲料之外呢 又可以讓自己變健康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 另一個產品呢 就是口紅了 那這個口紅呢 是我真的最近很想很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 Muji Game Mention的口紅 大家看這個包裝 是不是超級無敵漂亮的呢 首先透明的顏料管的這個設計呢 就真的是過得人心 然後加上它們的質地呢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塗 像我現在嘴巴呢 就是塗了這一個BK015的色澤 我覺得它們真的是超好看 就是比較屬於豆沙色的這一款呢 真的很美 而且它非常好磨開 不會太顯唇紋的一個唇釉 現在再跟大家介紹的這個產品呢 就是卸妝棉片 像我最近呢 就是時常去出國 不可能帶一整大瓶的卸妝油 我覺得太麻煩了 除了覺得麻煩之外呢 我個人也是比較屬於懶惰的人 所以我就很喜歡用已經弄好的棉片 那如果大家來Olive Young的話呢 請大家來屯這個 看到這一個女生的包裝的話 請立馬就抓幾包帶回去 因為真的很好用 而且非常的方便 抽一張 然後就是可以卸眼睛啊 卸嘴巴 只要是化妝品都可以卸 而且很好卸 你們用了之後呢 就知道什麼叫好卸又方便的一個卸妝棉片 請買必買 真的真的這個值得要去推薦給大家的 來到最後第二個產品呢 就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些化妝的工具類的東西 個人最近發現到了兩個 他們是同一個牌子 他們的牌子呢是叫做Picasso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Picasso這品牌呢 在很多江南化妝店呢 其實都有使用 而且很多化妝師也會用的一個工具的一個牌子 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Picasso的睫毛書 我跟你們說這睫毛書真的超強的 這個梳睫毛的梳子 就是當你梳完睫毛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黏在一起 不是根根分明的時候呢 你就是這樣子用這個睫毛梳呢 就是這樣子把它梳開 一梳開之後呢 你就真的會看到你睫毛真的是會一條條的感覺 我跟你們說 這真的是很棒的一個輔助器 然後另一個產品呢 也是我最近發現到 可是我跟你們說 我真的是愛上了一個工具 大家看得出這是什麼東西嗎 這就是一個粉底刮嗎 拿來上粉底 把粉底呢放在手上 用旁邊的這一邊 沾上去粉底之後 把它推開在臉上 我跟你們說 這樣子弄出來的粉底呢 是超級無敵薄的 為什麼韓國人的粉底可以這麼薄 又可以這麼貼呢 這東西真的是超好用 我真的是用了回不去 如果你們是想要追求非常薄 又自然的粉底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我買買看試試看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Oliven推薦的商品呢 就是頭髮蓬鬆夾子 真的發明太厲害了 其實頭髮這兩個呢 如果你想要做一個比較通的感覺的話 在你化妝的時候呢 這樣子 夾著 然後 放下來 因為它有兩個嘛 它是一次過買兩個的 夾著之後呢 你就可以化妝 然後化完之後呢 你再把這一個 拿下來 它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弧度了 我跟你們說真的超神奇 那如果你們要持久一點的是夾著的時候 你們可以用那個吹風筒的一些熱氣呢 把它定型 這個超級厲害 這個東西 我跟你們說大家一定一定一定必買 手餐也可以用的一個頭髮蓬鬆器的東西 推薦 一次過就跟大家介紹了 我個人覺得在Oliven必買的10樣東西 不知道你有哪幾樣是燒到你們的呢 或是大家也可能也有一些Oliven必買的 口袋名單呢 也歡迎推薦給我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這個分享啦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給這支影片個喜歡 然後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的IG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